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 都有自己的专属早餐 莆田早餐 一碗豆浆炒传承千年 泉州早餐 一碗面线糊能接切面 在面线糊似有若无的口感里 溢出的是山海间的万物 马可波罗把这里叫做光明之城 无处不在的包容和开放 让全世界的文明在这里融合 华大姐 猪肝一绝 谢谢 这个太香了 就要这个经典搭配 这个是我吃的最贵的一个版本 哇 好鲜啊 搭配油条条好吃 这是灵魂啊 灵魂 老板我想来根灵魂 哇 真的神奇了 每一家面线糊味道都不一样 三分天煮茶 七分口扒拼 爱拼 啊 吃 鸭鸭 您吃早饭了吗 吃了 您早上吃了什么呀 吃了牛肉羹 若用美食来回答全州的接纳 面线糊打以山海共生 牛肉羹便应以中西会萃 两方文化以赤臣之心在此交融 而番薯粉在其中的必不可缺 是牛肉羹滑嫩筋道的秘诀 更是全州城自古而来的接纳 书叔 您好 你好 你这是在做什么 这个做牛肉羹 这个牛肉羹咱们是用这种我看切成的馅儿还是刷 先切丝 放在这个羹里 就一直搅 一直搅 最少要搅了四十分钟的拌饺子 一碗牛肉羹给你尝一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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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牛肉羹咸炭 叔叔 我想打包一份给朋友带过去吃 好好好 可以吗 好 万招 万招 好 慢点啊 有人在桥上等待 一如一千年前 那些来自世界各地走在桥上的人 他们唱着那时传唱的歌 行囊里是香料 瓷器 异国的卷册和书信 走在2070米的桥上 有人一步一朵花开 有人一步一朵云来 小齐哥 你好 我是佳妮 小齐哥 他的心软让人心动 他在等对面的女孩 爸爸是湖北武汉人 妈妈是福建漳州人 而当他站在安平桥上的时候 他就像从南宋的泉州走来一样 据我所知呢 他虽然出生在台湾 但受母亲的影响 福建对他而言并不陌生 米南宇信手拈来 解决了我遥留困难的问题 而且小齐哥 顶持着演唱会开到哪就吃到哪的 吃货风格 在他的心目中 食物里全是香稠的味道 只有吃到地道的食物 才能唱好地道的歌 你还提着香喷喷的冒着热气的本地美食 太棒了 而且我们在安平桥上销汇 这是在宋朝期间盖的跨海大桥 所以当时能看到浪花一多多 这个在宋代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是啊 在台湾的台南也有个地方叫安平 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安平港 当年郑神宫就是从那上岸的 其实在闽南有很多精致的文化 比如说泉州是唐宋时候的东方第一大港 有很多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 所以有很多我们的文化就传送出去 然后外来的人都传进来我们这里 对 是一种文化非常融合交融的地方 连美食都是很精彩的碰撞 我今天就带了一个很精彩碰撞的美食 来给您尝尝看 请问你带了什么呢 快 让我们打开 这个呢 普通话叫做面线户 对 大家就叫面线户 闽南语叫米刷狗 米刷狗 我小时候才能吃的 是的 就是这个 因为台湾很多先辈都是从闽南过去的 所以我们在语言啊 信仰啊 还有很多习惯啊 饮食啊 反正就是流着相同的血 喝着相同的水 带着相同的记忆 也爱着相同的味道 来 您尝吧 天哪 你看 里面的料肥肠啊 排骨 本地人告诉我 这个不叫油条 这个叫做灵魂 就是必须要配着吃 不然呢 就没有灵魂 这个呢 就是牛肉羹 这也是非常有名的哦 就感觉好像 一箱油脂离开家了很久 突然间吃到家乡味道 那种 莫名其妙的 就从内心涌上来的一种幸福 以及那种温暖 家乡的味道就是一下子 唤起你最幸福的这些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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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